这是去年最火的文创产品 喜酒首款清廷器 胡召太平 以芳雷之王闽芳雷为原型打造 现成营 湖南省公务馆 这款酒去年可是火爆整个酒圈 那今天我们来开箱 胡召太平的延伸产品还是基于闽芳雷打造的 喜酒三合万象 这已经到咱们店里面了 那因为展示杯没到 本来想等展示杯到了再做开箱的 但小生实在是忍不住的 收藏编号1487 真的好重 咱们先看一下侧边了 标注的是多少公斤 规格1.5升乘一瓢 毛重19.4公斤 将近40斤 这么大瓶酒 为啥这么重 我们打开之后就知道了 拆箱解释太破颜了 咱们看一下和去年的胡召太平 这款酒有什么改变 这样拿出来 这是一个七合 这质感做得太好了 并且您看上边凸起的转起喜酒二字 也代表这款酒的酒字可不简单 三合望像 我拿着这个东西就感觉好重好重的 而且每个细节做的相当到尾 酒友们猜一猜里边是啥 我的天 一套酒具 拿在手上你知道有多重吗 我感觉起码得有半斤 不敢想象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酒杯 这得装 一个小茅台的杯子是8毫升 我感觉这个起码得装 好几十毫升的酒 看一下 哇这样喝酒很有仪式 来这只是一个不正的礼品 重头戏 还在后边 咱们把这杯子放回去 真的太精致太美的这么一套酒具 这个您别说 酒啊 就把这个放在您柜台上 都特别的严重 首先咱们看到的您看这 像那个玉玺一般的 哇拿在手上好重啊 铜的黄铜打造的这么一个像 还是延续了去年火灶太平的设计深度 它这个盖是分开的 但是之前那个虎呢是黏在一起 咱们拎不动 这个方喜可以拿出来 而且方喜下边 都还有这个字 可能战胜的硬点还可以 盖一下 哇 拿着手上更重啊 今年这个 我知道太平的延伸产品 叫做三合万下 我们其实通过 我们先把它塗装在一起 抓一圈 抓一圈 是吧 不用嘛 我直接放图片就行了 我觉得 我想把这个给拨开 拨开吧 看一下字 莎莎觉得怎么样 漂亮 听着声音我觉得比虎招太平 对 以前虎招太平的颜色 是偏向那个 有一个红褐色 然后呢 咱们的三合万象的整体颜色呢 更体现出这款酒 它的原材 类似于黄图一般的一个色彩 然后一项 一些那个 比较复杂的 传统的一些文饰 来做一个展示 你看这个 我拿着手上 哇太漂亮了 我觉得还是 这个不知道 抱一下来对比一下 好好 其实两个都好重 把那个手就拿开 尺寸 还是三合万象 大的一圈 但是感觉整体的细节做工 三合万象真的做的是相当的用心的 真是每一个细节 还有这个七盒 包括七盒里面的这一套 铜的酒具 咱们还是把它拿出来 放在一起 看一下效果 表弟 视频自由感里面怎么样 显示出来这个细节是做的很好 还做的非常好的 嗯 好了最后咱们还是来说一下这个 重头戏 而且就像之类的文创产品呢 其实粉丝朋友们一直比较在乎的 这个酒 限量多少套 那以目前我所得到的信息呢 量不超过5000套 其实总量和去年的 股杂太平洋能量是差不多一样的 那么第二呢是酒制 酒制这一块呢 其实我们从这个瓶身上包装 这个大大的钻体洗酒也能知道这个酒就不差 并且呢这款酒呢是不低于洗酒15年的这么一款酒制 这可谓是有酒制有颜值有故事 同时呢 这款酒 还有更好的一个 之前的一个基础 因为大家也知道西酒的原创产品啊 目前就不知道这太平洋这款酒 从去年上市到今年一直以来 价格都是非常的接铁 那咱们这一刻把这个三合万象放在这个 底座上看一下效果 非常霸气 非常霸气 但这个是火灶太平的展示柜 并不是三合万象的 等三合万象的展示柜到了之后 咱们再把它放在一起做一个完整的展示 真的今天我特别震撼于这一套喜酒的文串 三合万象做的细节 我真的有好久好久就没看到能做的这么好的喜酒的文创产品